金融气象站主任向各单位详细说明台风相关资讯 梅花台风来袭 根据中央气象局方面预估 从9月12号晚上8点到9月13号中午以前 是台风最接近台湾陆地的时刻 金融市长牛昌9月12号举办防台应变会议 要求各单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由于这几天基隆接近大潮 牛昌特别提醒住在滴洼及农易积淹水地区的市民要提高警觉 从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到中午期间 我们金融周边地区还是有大雨的一个状况 特别是在新北市的一个山区 可能有好大雨的一个情形 这个都有可能带来雨量 所以也是逢大潮期间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提醒 我们金融市市区的几个区 过去经常有发生淹水或者是海水 因为大潮而有倒灌的一个情形 这个区域特别加强警戒 对此明证处方面回复 已经准备近5000个沙包供民众索取 供应证处方面则表示各抽水站与抽水机具已做好准备 六座抽水站跟市区的四座抽水站 我们在上午完成功能的测试跟检查 另外就是0.3CMS的移动是抽水机 我们也在电内防循查库来盖命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也宣布 包括基隆雨9月12号及9月13号停止登岛 倒轮沙滩等观光景点也暂停开放 在基隆雨的部分因为浪高已经达到2米 所以我们昨天宣布9月12号13号两天进行预防性的这样的封岛两天 那另外在检检的部分 我们到沙滩和副部也做了这个预防性的封闭的 也是9月12号到13号 同时也在9月11号已经派人能行巡检的工作 浴港方面目前已经有910艘鱼船及132位鱼工进港避风 六座再次呼吁市民在台风期间不要前往海边游玩 以免遭遇危险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